字幕提供 我就要举个例子 有的人是比较安全型的 也就是 当你跟他讲什么 他都谢谢 听到了 他安全型 有人是回避型的 当你跟他说什么 他说不知道 不晓得 就躲开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 回避型 还有一种是焦虑型的 你跟他说你这个弄错了 他说怎么会弄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焦虑啊 他说那你自己呢 很凶 会跟你对立 有一个妈妈 他是攻击型的人 有一天他的孩子 就跟他讲真话 因为妈妈在问 请问 为什么你们都不跟我讲真心话 他的孩子说 妈 你知道吗 当我每次跟你讲真话的时候 你都会 转移话题 转移话题 那我现在要示范给你们看 我们找个年轻人 谁愿意 我讲给你听 愿意上台的 那你来告诉我一件什么事 然后我就演给你看 什么叫岔开话题 转移注意力 然后让孩子很受挫 没办法讲下去 你来讲一些你的心事 心里面的事 有一次怎么样 你就很喜欢那个女生 站过来一点没关系 你就说你很喜欢那个女生 你就这样讲 我很喜欢那个女生 我跟你讲 昨天我去市场买菜的时候 那个阿伯就说 你家儿子长得很挺帅的 下次有空我带你去看他 这样好不好 这样你听完感觉怎么样 很高兴吧 高兴还是不高兴 应该很高兴 很高兴啊 欸你看 他也是认同迫害者 大家一起念一遍 这五个字来 认同迫害者 我刚刚讲话是 岔开话题 转移注意力 对不对 我没有继续讲下去 所以他觉得这样反而好耶 所以他已经习惯 认同这个从小 跟他互动的人 他以为这样就是对的 其实我那样是错的 你不知道我那样是错 你连这样都不知道 那如果我不高兴啊 你把你刚刚的话重讲一遍 我有好喜欢一个女生 我跟你讲 昨天我去买菜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照道理你那样说 你再说一次 我用正确的版本 讲给你听 你好喜欢一个女生 我好喜欢一个女生 一定长得很聪明很伶俐 你怎么喜欢他妈妈要听 讲讲讲我想听 好漂亮 就你很欣赏他就对了 他是不是待人处事很诚实很诚诚 是啊 对啊我觉得你的眼光很好 那你跟他相处 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没问题 对 那有空我们要认识啊 等你觉得方便的时候 不用今天就来 好谢谢 所以这样听 听我在讲话 会不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是啊 对啊对啊 可是我刚刚说隔壁 或者是前天我去买菜什么什么 就岔开话题 就没有听你讲话 你觉得呢 不高兴吧 对嘛对嘛 所以你弄懂我在讲什么 懂了 懂了 就有些妈妈会用攻击的方式 攻击他 我跟你讲 你不要随便找那个女生啊 你的眼光这样不行啊 保证不可以 将来需要我再帮你介绍 好好念书听到没 好 所以 刚刚各位有注意到 那个我在演练的吧 因为每一个人 的情绪表达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演的是那个攻击型的 对孩子讲话 我没有注意听下去 没有深度聆听 没有一问再问 还要问 好好让他讲 结果我立刻就怎么样 就把他切断 然后这个方式 是因为我的情绪表达模式 是常常是攻击性的 我对 别人错 你知道吗 你周边有一些人 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情绪封闭了 有想到谁吗 他们的情绪都封锁在里面 没有表露出来 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 大家想什么 要什么做什么 有没有这种体会过 要说有啊 有啊有啊 就很难沟通啊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就话讲开来就好 可是他就是不讲 那他们也很辛苦 因为他从小 没有这样一个被引导的经验 这也难怪 所以好我们赶快来学 怎么样情绪转化 好下面 接纳并尊重对方的什么 情绪 就哪怕一个在那边生气 尖叫什么的 你也不准叫 不准哭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绪表达方式是什么 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要让你记住那三个字叫 不一样 一直记住什么 不一样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 情绪的表达不一样 感受是不一样 当我们能够接受不一样 我们的情绪空间会开阔 情绪转化的能力就快很多 所以接纳尊重对方的情绪 而且学习什么 情绪能够收放自如 所以一点一滴 慢慢慢慢来调整这些部分 所以家庭重塑 也就是透过这些方式来调整 我再讲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家庭重塑 家庭里面每一个人的角色 每一个的关系 要不要重新调整 从小到大 随着年龄随着岁月 要不要慢慢调整 要的 但是很多人家里的关系 从小到老都一直是 我控制你 我逃避你 类似这种方式 这样子相处起来就很压力了 那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次一对夫妻跑来问我 老师很头痛耶 家里的小孩吵吵闹闹 我说什么一回事 原来最小的弟弟也已经十八九岁 读大学一年级 那姐姐 上面总共三个姐姐 那姐姐一个 大姐就二十多岁了 她说大姐如果管他们 他们就要争吵 我一听我就弄懂了 啊我晓得了 我说当初你们是不是有跟大姐姐说 家里的是闺女管 她说对 因为以前妈妈爸爸做生意很忙 所以把弟弟妹妹的教导事情交给谁 姐姐 所以那个大姐从小就像妈妈 像小妈妈管东管西啊 那所以弟弟妹妹那时候小 不会反抗啊 听下去就好吧 就这样跟着岁月而来 知道高中了大学了 她有自主意识了 姐姐还是在管她 这时候家里的关系就怎么样 争吵对立了 那我就跟她建议 那她后来真的有这样做 也就是我说 找一个母亲节啊 父亲节啊 什么一个节日都好 全家一起干嘛聚餐 团聚在一起 那聚餐的时候 就可以来跟她讲 比如说你们就演姐姐好不好 那一边的人就演弟弟妹妹 这边演弟弟妹妹 那边演姐姐好不好 好来 我就演爸爸 我又演妈妈这样好不好 好我先演爸爸 今天大家来聚餐 有开心吧 开心哦 好好吃哦 妈妈也要说 妈妈就讲了说 各位儿子女儿们 这么多小孩 现在事情是这样 在我们正式去吃之前 妈妈爸爸有重要话要讲 也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要很谢谢谁啊 大姐 对大姐谢谢你 大家给她拍拍手 谢谢 辛苦你了 小时候我一直要 我们都要叫你要来 顾弟弟妹妹 但现在他们已经18 9岁以上了 都读大学以上 所以从今天开始 姐姐你不用管那么多 好好开心放松 做姐姐 这样就好了 不必管 然后弟弟妹妹 我们还是不是要尊敬我们的姐姐 要 要不要还是要能够讨论啊 沟通啊协调要不要 要 所以要不要抱抱姐姐 要 去抱她 或者姐姐要抱抱弟弟妹妹 要 从此以后两边就怎么样 和谐了 角色就调回来了 这样各位理解 从小妈妈的角色调回到什么 姐姐的角色单纯就好 所以这个叫家庭重塑 家庭里面的角色 关系重新调整 重新塑造 关系会更和谐 所以这个很有趣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